苗董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恐龙的足迹化石就是恐龙在地面行走时留下的脚印实化而成的 通过对恐龙足迹化石的研究 再结合恐龙足部的骨骼化石 可以确定恐龙的种类 进而了解恐龙的体重 体长 运动速度 实性 群居还是独居 两足行走还是四足行走 是否具有游泳的能力等等 而且恐龙足迹化石也直观地反映了恐龙的生活生存状态 所以恐龙的足迹化石又被认为是天然的摄像机 在恐龙活动过程中留下的特写镜头 这对于研究恐龙的形态结构和生活习性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这样听ает 颜色帆荣感 1事故 3事故 1事故